如果你出現長這樣的結果 那表示應該是OK的 那記得那個公式 比較麻煩一點 可能要注意一下不要輸入錯誤 它固定規則 這個範圍選起來 按右鍵出成格式 那這邊就可以把 剛剛那一串把它填 不過我建議啦 如果你沒有把握的話 你可以分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 一個一個慢慢輸入 不然的話呢 其實還蠻容易做錯的 那做完之後的話 再來就是題目要求我們做什麼呢 它還要我們做定義名稱 也就是把A6到I的62 就是有資料的部分 改成學生名冊 然後列印範圍的話 列印的時候設定它的範圍 就是列印這些 然後標題列的部分就是第六列 那我們怎麼做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有關列印的部分 你會發現如果你現在列印的話 你們可以看列印 列印這邊有一個預覽 你會發現 列印的話呢 它基本上 它有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 就是總頁數的話 總共有兩頁對不對 可是你第一頁上面有這個 欄位名稱 但是如果你跳到第二頁的話 你會發現 它的第二頁的欄位名稱 就不見了有沒有 那為什麼這樣 因為主要就是說 你沒有做一些列印前的設定 那要怎麼設定 其實就是這一題的重點 第一個的話 先把這個名稱 從A6 Ctrl Shift向右向下 向下的話應該是到61吧 可是它到62 所以你再按Shift鍵 再點一下62 這個範圍應該是 對我看一下 對62 所以你Ctrl Shift向右向下 好像少一列 然後再來的話 把這個範圍呢 叫做什麼 學生名測 那學生名測怎麼定義 其實很簡單 請你在右上角 這邊有個叫名稱方塊 輸入它的名稱 叫學生名測 也就是說以後的話 我們用那個名稱 就可以指定這個範圍了 也就是說以後學生名測指的 就這個範圍 按Enter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要列印怎麼列印 請各位 一般習慣是切到板面 板面配置 板面配置呢 在板面設定這邊有鍵 一般我習慣是從這邊 這邊有個機關 你把它點下去之後的話 它會跳那個相關的設定出來 有沒有 就這個頁面 這個叫板面設定 我自己個人習慣是從這邊 當然如果你有別的習慣 你可以自己找一個習慣的方式 去理解這個功能 因為你會發現 它有很多的操作模式 都可以進到這個畫面 但是我自己個人習慣是從這邊 版面配置點一下 那其中的話呢 有一個所謂的工作表 工作表裡面就會有一個列印範圍 那列印的範圍的話 基本上就是不包含上面這幾列 有沒有一到五列 所以你可以再把學生名測四個字填上去 他就會知道說你要列印的是這個範圍 或者如果你不打字的話 按F3也可以 有沒有學生名測呢 他名稱就出現了 所以你把它點按確定就可以 他學生名測也是打上去 其實你打學生名測四個字也OK 再來的話呢 就是剛剛列印的時候 你會發現下一頁 他沒有列印他的那個標題 那也就是說 如果你將來希望 比如說你有很多頁 那每一頁上方 都會有他的欄位名稱的話 這點很重要 因為我發現很多人列印不會這一招 那會變成說你列印給你老闆的資料 奇怪他說第一頁怎麼有標題 那其他頁怎麼都沒標題 你幫他你印一下 你總不能回答說不會 特別是如果你每一頁都要的話很簡單 只要把標題列指向哪裡 指向第六列就可以 所以特別是郵標放這邊 然後呢把第六列 郵標放在外面這裡點一下 那他會出現6冒號6 意思就是這一列的意思 OK那再來的話呢 還有什麼地方要設定的 看一下 這個OK了 所以這樣做完之後的話 那我們把它按確定 或者你可以按什麼呢 按那個預覽列印看一下 預覽列印的話呢 就是剛剛沒有 這個第二頁沒有標題 現在有沒有標題看一下 那你會發現 這個時候的話第一頁有沒有 你會發現 我剛剛上面第一到第五列 他不見了為什麼 因為我列印的時候不要列印那些 所以上面東西不見了 第二個的話呢 我們切到下一頁的時候 你會發現上面的標題列 你會發現下一頁有沒有 也有 所以這樣列印出去的話 是比較OK的 特別注意喔 這很重要 因為我發現很多 尤其是新進員工 常常列印出來的資料 都是缺漏一堆 真的慘不忍睹啦 我是覺得他可能在列印功能上面 不是很清楚 所以特別注意喔 剛剛比較重要的第一個喔 就是先設定它範圍 記得喔 就是 A6 C-C-O向右向下 一般是C-C-O向右向下 只是說會少一列 那少一列怎麼辦 沒關係 你可以再補選 按Shift鍵 再點一下 它又多選一列 OK 把這個名稱呢 改成叫做學生名冊 OK 然後Enter之後的話呢 那將來就是可以在這邊點一下 把那個名稱喔 加到這邊來 然後跟標題列 按確定期就可以了 那這一題的話呢 最後把它存檔 那存檔名稱的話一樣 你把它存成 另存新檔 把它存成叫EXA 那這一題是202 你就檔 EXA202 把它存檔 這樣子的話呢 基本上就完成這一題了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喔 那請各位呢 這一題做完之後的話 再看一下 第204題 204題 那204題難度就比較高一些些 但是其實還蠻好用的 主要可以拿來查詢資料用喔